对于曼联来说 在联赛只进行了一半多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得不为了第四名而战 这是赛季前大多数人都无法预料到的 不过 对于球队而言 他们需要接受当前的局面 将本赛季当成一个过渡性的赛季 通过本赛季的调整 为下赛季打好基础 毕竟从曼联的整体实力和年龄结构上来看 只要能够进行合理调整 他们依旧能够拥有英超联赛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阵容 因此 朗尼克和他的队员们必须确保在赛季结束后 球队能够位居前四名 这是下赛季球队重新回到正轨的基础 从曼联队内球员方面来看 C罗本赛季来到球队 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虽然在来到球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C罗一度成为球队封线上的主要得分手 然而 随着球队整体陷入低迷 C罗也无力带领球队走出泥潭 在过去的七场联赛中 这名葡萄牙巨星只打进了两个进球 在大多数比赛当中 他都不再具有顶级的终结能力 本赛季 C罗在联赛里出场了18次 只收获了8个进球 平均2.25场比赛才能打进一个进球 在联赛当中 C罗的射门次数达到了63次 但进球率只有13% 此外 他的场均过人次数已经下降到了0.74 把握机会的能力也只有47% 相对于球队对C罗的期望值 这样的效率确实不尽如人意 从当前情况来看 这桩转会对于曼联和C罗本人来说 很可能成为双输的局面 对于C罗来说 以球队当前的竞技状态 他们已经不太可能在本赛季真正有所掌握 这肯定让C罗非常失望 尤其是他已经36岁 状态下滑越来越明显 未来即便再次转回到一支豪门球队 也很难成为球队的当家球星 对于曼联来说 球队原本希望利用C罗最后的巅峰期 帮助球队再次向英超联赛冠军 以及欧冠冠军发起挑战 但从球队的战术体系上来看 在联赛已经进行到下半赛季的情况下 球队的战术思路仍旧不明确 两位主教练都无法将球队粘合成一个整体 据悉 C罗将在球队确定新任主教练之后 再考虑自己下赛季的选择 或许在本赛季结束后 曼联队内的多名巨星都将结束在球队的效力生涯 不过 对于曼联来说 也有一个不错的消息 那就是球队争夺前四名的几个竞争对手 都没有在过去的转会窗口进行大手笔的引人 热刺虽然签下了两名球员 但也失去了恩东贝莱和洛塞尔索等球员 球队实力的强化并不明显 阿斯纳则是在没有引进球员的情况下 反而失去了当家射手奥巴梅扬 从积分榜上的形势来看 曼联领先这两支球队两分 但比两个竞争对手多赛一到两场 算是拥有一些微弱的优势 而且 从赛程上来看 曼联接下来的五场年赛都将面对积分榜中下游的球队 如果他们能够连续取胜 那很有可能一马当先 在积分榜上确立足够的领先优势 届时 当年赛进入收官阶段之后 他们也将拥有更大的容错空间 在转会市场方面 虽然曼联在过去的窗口毫无动作 但在赛季结束后 他们势必会对阵容做出大刀阔斧的改变 在球员引进方面 中场位置将是重中之重 本赛季 英格兰国角德克兰奈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在联赛里出场22次 打进了一个进球 并送出了4次助攻 在防守端 他平均每场比赛 可以8次从对方脚下夺回球权 还可以完成2.3次抢断 1.74拦截 以及1.3次解围 在进攻端 他拥有91%的传球成功率 场均可以完成1.6次过人 这已经是一名顶级后腰的防守表现 据一SPN称 德克兰奈斯已经成为了 曼联引员的首要目标 虽然西汉姆连对他的要价达到了1亿英镑 但曼联依旧希望在下赛季 将他带到老特拉夫的球场 此外 在中后卫位置上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请联系删除